接下來我們要教一下實用電池 我們前面教的輔打電池在實用性不高 它的電流不大會很快就沒有電 現在是平常真的可以有用的電池 實用電池 因為他說電池衰減快實用性不高 但是可以用在教學上很方便 讓你知道原理 現在各種的實用電池在發展中 電池的科技其實進步的不大 所以電動車遇到很大的困難 再說了 好 這個電池的準備 我們要教的就是乾電池 第一個叫乾電池 乾電池 平常口語上說的乾電池有兩種 那種碳性電池 碾性電池 然後還有一個會充電的電池 我們都會簡單的帶一下介紹 重點是最前面的鉛電池 然後還有一些未來的電池 比如說燃料電池 太陽電池 燃料電池學測考過一次 不過他就寫自己看就脆了 就是清加氧變成水了 OK 然後呢 基本上他都要有正極跟負極 要有電解池 水溶液 那乾電池只是把這個水溶液呢 加了電粉 鉤鉤欸 讓它變成糊狀的 可是不代表裡面沒有水 它還是有水 只是看起來沒有水 所以叫它乾電池 乾電池 然後呢乾電池體力都不大 攜帶很方便 而且電解池是糊狀的 所以不容易外漏 那很方便攜帶 所以我們就常常會來使用 最早的乾電池是碳性電池 現在大部分用的是碱性電池 我們後面會跟各位做介紹 考試的時候題目上所說的乾電池 基本上都是指的是碳性電池 碳性電池 那麼你平常去外面買乾電池的時候 你可能買到碳性電池也可能買到碱性電池 碳性電池就是長這樣 你也不用背 碳性電池你也不用背 好 誰當正極誰當負極 正極是個碳棒 就是那個凸出來那一個叫碳棒 旁邊有填一些物質 石墨二氧化碼 我寫了一大堆 有人考過那個氯化胺 有人考過那個氯化胺 你想記就記 你想記就算了 OK 外面那個氫殼就是負極 所以第一個問題 誰當正誰當負 碳棒是正 心殼是負 碳棒是正 心殼是負極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所謂 然後旁邊有一個氯化胺 什麼一些電解質 狗狗的東西 狗狗講過 有人考過那個氯化胺 所以我把它標示給你看 但是就是這樣調成糊狀的 只有它的電解質 OK 然後還有所謂的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這個基本上都不管 正極半反應不用管 負極半反應就是氫 跟它的氫一樣 這其實也幾乎 也基本上幾乎是沒有人考你 乾電池的負極半反應 只是因為它跟剛才的負極半反應一樣 所以就寫一下而已 正極半反應不用背 不用管它 正極半反應不用管它 然後還有個質量會增加 還減少顏色會變色 還是會變顯的一個東西 注意一個是碳棒不變 為什麼不變 因為那個碳棒其實不是正極 真正的正極是旁邊的東西在反應的 那個碳棒那一根只是用來導電的 幫我導電用的 所以我要你背碳棒為正 考試考碳棒為正 可是它事實上並不是真正在反應的正極 所以它根本就沒作用 所以它的質量是不變的 那麼膝會變成性 但是質量的減少 這裡看就前面講過了 所以不用理它 其他人這裡也看不到什麼 電解質的容易什麼 所以沒有什麼顏色變深還變淺 沒有什麼濃度變大還是變小 因為白沒有背 你也不知道變大還變小 所以不用理它 好 負極的質量 剛剛講過跟心殼一樣的時候知道 這個剛剛一樣 所以不用太明記就知道了 OK 好 再來這個就是所謂的碱性電子 就是它的碱性電子是裡面呢 有個電解液是碱性的 所以我一般叫做所謂的 一般用的就是碱蒙電子 看一下就好 它那個正負極反應通通不用背 通通不用管 誰當正 誰當負極通通不用背 不用管它 所以省了很多事 也不會問你什麼容易的濃度 也不會問你 那個極板的質量通通都不會問 開始這個會問 定解液是誰 剛剛講過碱性了 什麼玩意兒 輕巧化講 輕巧化講 那這種東西的好處呢 就是它的電流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電壓會比較持久一點 可以保持那個電壓保持得比較久一點 那所以壽命比較長一點 但是也比較貴一點 所以呢 你平常去買的乾電池 如果你買的是碱性電池比較貴 但同時也 因為它電流比較大 所以你可能會買到一些東西 它會特別跟你標明 比如說我人家買一個鬧鐘 它跟你標它說不適合用碱性電池 原因 那個玩意兒電流比較大 它不要那麼大的電流 免得傷害它自己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 你的雖然你感覺都是1.5伏特 感覺好像都可以放上去 但是呢 有些的 你的電氣用品 它是不適合用碱性電池的 不適合碱性電池 用一般的啞品就可以 啞品就可以